好 回到節目現場 我們來關注一下 這一節講華為 為什麼華為真的是越制裁越開花 DG財報數字不得了 華為一天它算下來 它平均可以賺10億新台幣 這真的是被制裁來最亮眼的單季表現 那專家說拉教歸功於他們的神奇手機 因為這支高階手機一推出 華為重新奪回了中國市占第一的寶座 好 我們先來快速看一下 華為在DG的成績單到底有多亮眼呢 來看到它的營收 營收是占上人民幣1784.5億 換算下來新台幣大概是超過了8000億元 淨利潤來到人民幣196.5億 算一下新台幣大概884億 所以換算下來基本上專家說 它一天大概可以賺10億的新台幣 好 這是自被美國制裁來最好的單季的財報 那關鍵是什麼呢 關鍵就在於它的那支神秘手機 Made60系列 在去年這個高階手機一推出來之後 馬上中國人豐買 讓在中國大陸的市占率來說 華為的第一季出貨量佔上了1170萬隻 年增率70% 市佔率17% 隔了13季 再度重新奪回中國市場第一的寶座 這個數字可以說碾壓了蘋果 好 那基本上呢 華為現在不只是緊追蘋果之外 碾壓之外呢 它還似乎有一些刻意 我們來看一下華為的新品發布會 最近要登場了 問題是這個時間點就這麼剛好 同樣同一天 你一早上我晚上 我們看華為 華為在5月7號要在杜拜登場了 這個是創新的產品發表會 這一次不是專攻手機 這一次發表什麼呢 Watch Fit 3的智慧表啦 還有這個MacBook啦 這個筆電的相關系列 但就這麼巧 蘋果同一天的晚間 也要舉行特別活動 也不是手機 它介紹什麼 新一代的iPad Pro iPad Air可能會亮相 這個時間點是可以還是巧合呢 來 我們現在問一下紐教授了 怎麼來解讀它這第一季的財報 這麼亮麗的數字 是被美國制裁來最好的單季財報 華為真的是滿血復活了 基本上我會認為有幾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來講的話 當然是就是說 因為華為作為中國大陸的一個 指標性的一個民族產業 那特別是當美國打壓華為 或者是制裁華為越凶的一個情況之下來講的話 我覺得大陸的消費者 它力挺的一個企圖心就會非常非常強 這當然是第一個原因 那第二個原因來講的話 當然就是說它這個產品的一個品質 或者是質量的一個部分來講的話 確實有它一定程度到位的一個地方 也就是說它這個高階的一個手機 比如說我們之前有討論過 Pura70它就重磅推出 那重磅推出它包括用了很多的一些 行銷的一些策略 這部分來講的話 在媒體上面都有吸睛的效果 在社群上面都有討論的一種效果 那所以等於就是說 就這整個第一季來講的話 它其實不只是推Pura70 它也推出了它的一些智慧汽車 它智慧汽車來講的話 包括智介 比如說S7 包括它的一個問介是 主要是新的M5 新的M5這樣的一個概念 問介這樣的一個概念 問題的問 問介這樣的一個概念來講的話 它其實就是類似SUV車 就是休旅車的一個概念 那另外來講的話 還有想介 享受的想 想介大概是S9 S9是什麼樣的一個概念 它大概就是大型房車的一個概念 它的一個目標對象就是 雙BEA Benz跟BMW跟Audi 那所以你會發現到就是說 就第一季來講的話 它就重磅推出這些相關的一些產品 你就可以發現就是說 在美國制裁的一個過程中間 它其實已經釐清了一個 它自己本身重磅產品 終端產品推出的一個SOP 它某種程度來講的話 就希望能夠藉由它自己本身的一個策略 去擺脫美國相關的一些制裁 那所以我覺得華為它確實現在 自己已經殺出了一條血路 如果從這整個市場調查的一個機構 它的一個分析報告 你可以看到就是說 就是說就第一季的一個 最新手機的一個 華為的一個出貨量來講的話 它增加了70% 也就是說大概有1170萬支手機 所以它在整個全中國的一個市占率 大概是17% 又回到了霸主的一個地位 這睽違13年又回到了霸主的一個地位 所以就智慧型手機來講的話 它確實在整個的一個 領導品牌的一個建構上面 其實產生非常非常強大的一個力道 那除此之外來講的話 在智慧汽車的一個部分 也就是說它的智慧汽車的一個解決方案 事業部的一個高層 又特別提到就是說 從4月開始 大概智慧汽車這一塊 汽車產業這一塊 華為的部分 就可以轉虧為盈 那除此之外來講的話 2023年大家可能也很清楚 它的Mate60來說的話 它其實也是華為跟中芯的一個 研發的一個5G的一個晶片 那似乎現在華為跟中芯 慢慢也開始研發7奈米的一個 相關的一些晶片 所以你看它這些相關的一些步驟 等於是多管齊下 相關的一些步驟來講的話 就凸顯出華為 確實有相當程度的一個企圖心 要擺脫美國制裁的一個糾纏 是 來 侯老師 延續這樣的話題 確實它是不是現在 在這個華為在制裁下 它已經找到它最適合的生存方式了 我不知道現在是不是叫最適合 但是至少它沒有死掉 而且它還活在那裡 它是躺平的轉 它現在這麼好轉嗎 我們也不能說它是只存一口氣 而且感覺它就是一個 還蠻正常的一個手機 電子製造的大公司 所以我覺得美國的禁令 可能有點處乎美國政府意料之外 對 那為什麼會這樣子呢 因為我們知道 從2022年的美國開始 對它限制之後 華為其實它的優換意識 早就出現了 先不用提說去年的華為的新手機 而是說華為它自己透過了一些 拐彎抹角的方式 繼續它的這些研發還有產能 這些拐彎抹角的方式包括什麼 很多人說其實跟台灣有關 就因為台灣跟華為 其實我們這個上下游的關係太密切了 雖然說美國把最高端最先進的晶片的製程 還有相關的設備限制了 但是台灣公司還是有些辦法 有些以合法的方式幫華為建廠 這個在去年的新聞我們也看到了 還有一些它是使用 它不使用美國禁止的這些關鍵技術 那其他的我還是幫你 因為台灣的工廠公司也要賺錢 所以這方面台灣據說也是貢獻了不少 另外還有就是華為它自己的一些做法 包括像它把一些不是原廠做的一些EDA 也就是電子設計自動化的軟體 它不是原廠設計它繼續使用 所以美國原來給它的EDA已經過期了 但它繼續用非原廠的 那這個當然它會影響到良率 製造良率 不過至少有嘛 做多一點嘛 壞掉多一點就丟掉就是了嘛 另外還有它空殼公司等等的 去再跟美國做生意 所以很多的方式 那最後還有一點就是政府的補助 大額的補助 地方政府的補助 中央政府的補助 跟大學等等的合作 是 那張老師你怎麼看 基本上它這個低階的財報 是碾壓蘋果 那馬上5月7號 同樣大家都要先給發表會 太刻意了 我就選在你的前面來登場 你怎麼看 它現在似乎 完全不給蘋果傳奇空間了 我想應該是這樣講 我們觀察這個事情 雖然它看起來表現非常好 而且重新回到失散率第一 可是不要忘記這失散率只有17% 所以說我們今天不是說這個市場 不是蘋果就是華為 還有這個OPPO 還有 小米 對啊 小米 Vivo 然後榮耀 那多得很 這是一個戰國時代 有很多第三方 大家是不是在這兒 但是重點是在於 你鎖定的那個就是說 關鍵性的客群 你有沒有取代它的原來 因為這個兩個市場價格 是差不多的 根據這個 你有沒有取代它關鍵客群 而且這是第一點的狀況 第二點狀況就是 我們牽涉到杜拜要去登場 你不能光用中國大陸的市場 來評斷未來 它跟蘋果未來全球去爭雄 這個狀況會去變化很大 第三 同一天發表 我也必須要講 同一天發表 其實我們已經看出來 它兩個發表的東西 並不是一樣 所以我們基本上來講 在商業激增之中 有兩個基本的邏輯 一種就是同質性的商品的硬拼 第二種是一直性的商品的顛覆 我們以前都講說 這個就是大陸叫方便麵 我們叫這個就是說 這個泡麵 對不對 你知道 大家有沒有想到 說有一天說 因為這個叫外賣 然後把這個泡麵給取代 可是外賣有一天 會不會又可能被玉製菜 那個玉製菜泡在電鍋裡 熱一熱 比那個叫燈外賣 你還要給它插瓶 好瓶 還要給它打賞 小費 可能又好 所以江三代有財人出 用抑制性的商品來顛覆既有的市場 這也是有可能的 但是成如剛才劉老師 把整個狀況分析得這麼詳細 黃老師在根據這件 我認為真正要重要的事情 是最聰明的去檢驗這些 是資本市場 資本市場的各種的分析師 然後他吃這一套 然後在這個地方去下注投資 即使就是說這個就是華為並沒有去上市 但是問題是他跟他牽動的華為概念股 也會因此而收益 所以說我們不是光看這單純的 他各個哪個產品之中 而是廣大的這個就是投資者 在資本市場之中是如何的回應他 好 但的確看到華為這樣一個層級 在美國當然還要再出手 美國又最新出招了 現在這一波下一波要制裁是什麼呢 封殺華為的無線設備錄器 進入美國市場 好 不過上有政策 下有對策 你封殺我的無線設備錄器 進入美國市場 那我就要規避你的限制 他的手伸進了美國科學界了 我想問一下牛老師了 那華為當然不承認 他說我只是針對這個學術界的研究 我並沒有要這個所謂的所謂的國安 或是大家最關鍵的這些間諜的疑慮 可是你怎麼看 但基本上美國他就是一定要用 國安這個大帽子 其實我覺得大概有幾個策略的 一個理路或是盤算 第一個來講的話 當然是全球美中博弈這樣的一個格局 我今天美國不斷的藉由相關的一些理由 我去對你中國的產業去進行一些半碼索 他其實是在美中博弈的架構過程中間 美國要去不斷的爭取談判籌碼 去膨脹他自己本身談判權利的一個 制式的一個操作邏輯 這部分來講的話是美國一定會做的 那第二個來說的話 美國現今大家很清楚 就如我們剛剛討論的 美國現在是多勢之秋 那相對於中國來講的話 可以以意代勞 當然美國不願意這樣子 那所以美國就會做一些非常多的一些 制裁的一個動作 我讓你中國也要疲於奔命 不然的話我美國多勢之秋 我疲於奔命 你中國以意代勞的話 中美的一個實力就會有 非常非常明顯的一個消長 那第三個我覺得美國 他做這麼多的一些制裁中國 或是中國企業的一些動作 是要做給他的所謂的 西方抗中聯盟的盟友看的 你看我老大哥美國 我真的是毛起來做 要封殺中國的一個產業 在整個晶片戰爭過程中間 我就是要壓得中國的產業 跟中國喘不過氣來 所以你要follow我的步調 因為今天如果美國沒有在整個動作上面 不斷去強化他自己本身 抗中的一個意志 作為一個領頭羊來講的話 其他的一些西方的一些盟國來說的話 他其實也希望跟中國 有一定程度相關的一些互動 所以就可能會導致 這些西方盟國跟中國的一些互動 變得有一定程度的綿密 或者是在整個全球化 相互依賴的一個格局面向上面來講的話 就沒有辦法以你美國馬首勢瞻 去追隨你美國相關抗中的一些動作 所以我覺得美國大概有這幾個面向的一個深層考量 那的確這樣制裁有用嗎 問題是像你看到華為成績這麼漂亮 我覺得沒有什麼用 因為畢竟就華為現在跟中興 就如我們剛剛所講的 它已經研發了7奈米的一個晶片 即便這個7奈米的一個晶片 你要說它非常非常的高階 可能也沒有特別的高階 但就是說它的路徑是非常非常明確的 它確實就在往晶片自主研發這個部分上面 去做一定程度的挺進 就像我們以前也有講到就是說 光刻機的一個部分來講的話 因為光刻機它是研發高階晶片 最重要的一個必要的一個設施 那中國也希望在這個面向上面 去擺脫美國